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采取不同的质敌策略 我们要以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事情 不要一成不变 根据不同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灵活的采用不同策略的人 这样的人呢我们就会称之为神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神 那么怎么才能由小白进阶到大神 做一个处事应变的达人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鬼谷子五合篇》中说 事物之间的联系呢 有正的 也有反的 有顺的 也有腻的 这个世界呢一直处于一种运转变化当中 所以我们在制定决策的时候 要反复的思考 要考虑到变化的因素 鬼谷先生还说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家族是可以一直富有的 世间万物变化莫测 没有永远有效的法则 要因时 因时而变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圣人呢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参与的 但是他们会对于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都会参与 因此说 圣人无所不参与 圣人爱听从别人的意见 广开言路 但是荒诞的错误的言论 他们是不会听从的 因此说 圣人都是善于采纳别人意见的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想要有所作为 就要顺应时代的变化 做有意义的事情 同时呢 在接纳别人的建议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辨别是非曲折 还要能够判断出 别人所说的方法 对不对 合不合时宜 我身边有些朋友和我说 为什么感觉很多事情都很难 看起来无从下手 而别人却轻轻松松的 就能完成呢 这是因为很多人还在一成不变 而社会却在瞬息万变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形式阶段 做出具体的规划 比如说以前洗衣机 刚刚发明的时候 很多人说洗不干净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家庭 都适应了用洗衣机洗衣服 时代在变 我们不能一成不变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业种植 都实现了机械化 你再去高耕火种 或者是人工耕地 那就是在浪费人力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更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我们要去思考 现在这个时代 有哪些新事物 将来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时代变化中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这些呢 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在工作上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结合自身的资源和能力 因事制宜 这样呢 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鬼谷子说 用之于身 必量身才能弃势而语之 就是在说 在采取策略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量力而行 理论很重要 但是不能一味的套理论 套模型 比如之前我们总是在说 消费升级了 但其实呢 在部分地区 消费其实是降级了 市场下沉了 在这些地方 我们就不能用 以前在一线城市用的方法 去拓展市场了 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 来改变策略 那就无异于客舟求解 再比如说 有美式大人 在网上发布视频 火了 如果你也想成为 美式类的网红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做饭 实施起来 那肯定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要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同时呢 不要没守成规 要考虑到变化的事物 这样才能在这个 变化发展的社会当中 有自己的立足之地